来 好了 看一下这套模型 咱不断的要重复这套模型 备份搭完了 存储搭完了 同步 批量 完事了 IRNP搭完了 服务分离 挂窄 数据库分离 数据库搭完了 然后 阿帕奇搭完了 数据库挂过来了 数据库转移了 挂窄完事了 这些东西都OK了 然后 我们这地方 我原来说还有一个数据库同步 对吧 这是后面专门要讲的 数据库是咱们课程的重点 那么后面会讲这块 咱们其中架构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你就自己做一个 咱们在老师的书里边第几章了 第九章还哪那章 讲得很细 第九章 第九章是主同 这块做十字同步的 你可以看 但有个前提 把这些全做完再看 明白吧 你不做完 你别看 因为 你看的东西是我们以后讲的 对你来讲不合算 你要看一些没讲的 我觉得才合算 对不对 然后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是 给大家搭建这个东西 搭建完了 最后我们实现的效果就是这 叫这张图的加工 这张图来自于悠久之意 大家认识 有悠久之意吗 然后 接下来我们来搭建NG的负载 NG的负载在咱们这个书里边的 多少张 十一章 十一章 十一章讲得很细 但我现在不会讲这么细 咱们现在只为其中架构服务 在其中架构服务完事之后 我们会有一天时间专门讲它 明白吧 这条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第二 这台机器是不是单点呀 还得加一台吧 这家的高口用 高口用涉及到Keyp Live的软件 在咱们书的十二章 Keyp Live 咱们今天 我本来计划不讲究你们拓展 大家一会儿看举手吧 如果超过七十以上说讲 我就讲 否则就不讲 因为有同学不喜欢我讲 对吧 要给你们留一点空间 我什么都讲了 你们就没有智学的空间了 对吧 有这么回事吗 没有啊 看大家 你们举手表决 呃 然后 然后 来 我接下来就讲 复带均衡 我接下来就讲 复带均衡 我接下来就讲 复带均衡